字幕志愿者 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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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大家好 我是林斌 弟兄姊妹主来平安 我是芷山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圣经好好听》这个《茶经》节目 和我们一起来查《新药圣经》《雅各书》 今次是第五课的第三集 前两集,我们讨论过 使人过不敬前生活的两个因素 第一,是人的私欲 而第二,就是来自世界的诱惑 那还有没有第三个因素呢? 我们一起看《雅各书》的四章七节 《雅各书》四章七节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雅各书,难阻人过敬前生活的最大敌人就是魔鬼 坦白说,魔鬼是令人不顺服神 不敬畏神的罪魁禍首 至于魔鬼是怎样来的呢? 梓山跟大家讲一下 魔鬼本来就是天使长 因为心里头、骄傲 想和神有同等的被围 于是乎就起来抵挡神 结果被神逐出天家 因为在天上再没有其他的位置 所以魔鬼就暂时在地上作王 等到最后审判的时候 魔鬼就会和他的党羽 加上所有跟随他的人 受到永远的刑罚 魔鬼在地上引人犯罪离开神 所以凡是不懂得警醒的人 就会上当,被他诱惑 第一对上当的就是人类的始祖 阿当和夏娃 当夏娃被引诱的时候 魔鬼跟他这样说 在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 就会变得跟神一样 他们信以为真 望下树上的果子月木可爱 结果就扎了下来吃 因为这样就违背了神的命令 得罪了神 最后还被逐出伊甸园 魔鬼为这个世代制造混乱 藉着毒品、淤酒、色情和暴力 来败坏年轻的一代 使他们生活在黑暗当中 找不到出路 魔鬼是灵界的受造之物 人活在三度空间 所以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不过我们可以依靠主耶稣基督得胜 因为主耶稣老早就已经将魔鬼打败 在耶稣受死之后 正式出来传道之前 魔鬼曾经有三次试淡他 主耶稣用圣经的话去抵挡魔鬼 使他自讨没趣、失败而回 后来主耶稣受死、复活 更加证明他战胜魔鬼邪恶的势力 所以雅各劝信徒要倚靠神 和信服神的带领 像主耶稣基督一样 用神的话语去抵挡魔鬼 在继续下去之前 或者我们温习下 雅各提出引人犯罪 和使人不能过敬虔生活的三大祸害 他们就是自私的欲望 诱惑人的世界和欺骗人的魔鬼 我们这些作为主门徒的人 一方面需要谨慎自首、警醒祷告 避免被这三样东西叛倒 而另外一方面 我们要成为其他人引路的明灯 带领那些迷途的羔羊归回正路 从雅各书四章的前半段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 吴敬虔的源头有 人的私欲 熟世的诱惑 和魔鬼的攻击 而吴敬虔的表现就包括 憎战、嘔斗、酷厌乐、俗世化和骄傲 这个真是很好的提醒 值得引以为界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信了主之后 就一定会过安稳的生活 无风无浪将来上天堂 其实我们很需要不停地过敬虔的生活 直到见主的面 好 我们开始查雅各书第四章下半部的经文 今次我们要看看 雅各怎样够信徒过敬虔的生活 先看雅各书的四章八节 雅各书四章八节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 心怀疑疑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 经文说 敬虔生活的源头是神自己 想过敬虔的生活 就由亲近神开始 除了神以外 没有其他的途径 可以使我们变得更加虔诚 因为人绝对没有办法 靠自我修行而变得更好 人的内心本来就没有良善 所以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努力 去达到这个目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这一节经文里面 雅各用很肯定的语气 要信徒亲近神 雅各还给出一个许愿 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神就会亲近我们 林宾 那有什么秘诀 可以帮助我们去亲近神呢 在十七世纪 法国圣徒努伦斯 写了一本叫做 《与神同在》的书 在里面他这么说 当他最初学亲近神的时候 就用了好几个钟头 来讨告默想 叫他的心体 会到与神同在那份喜乐 在做事的时候 他首先将所有的事都安排好 然后就安步就班去执行 在整个过程当中 他会一面做事 一面继续和上帝交通 求神赐下恩典 使他可以顺利完成当日的工作 到了最后 他会将应得的奉献给神 那我就明白了 不住的讨告和与神交通 就是亲近神最重要的秘诀 我们不得不承认 很多信徒不重视讨告 就算每一日祈祷 大不了就是在借饭 再不是就是在临睡之前 跟上帝说两句就草草了事 难怪这样的信徒 没办法感受到与神亲近那种甜味 灵命当然也不会成长 紫山你的体会十分之好 在亚国书四章八节 使徒亚国其实还指出 当人与神亲近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 人与神亲近之后 会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 就好像暴露在太阳底下一样 将自己的污点完全显露出来 所以雅各吩咐殉徒 要配合这个汉见 去结净自己的手 和清洁自己的心 我们可以用手去代表一切所做的事 而用心去代表我们的思想和意念 换一句说话来说 当我们亲近神被神光照之后 就要照着神的吩咐去矫正我们的言行举止 和心思意念 所以亲近神是帮我们过敬虔生活的唯一途径 好,今集的《茶经》就停在这里了 在下一集 我们会查完亚国书的第四章 弟兄姊妹 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的内容 弟兄姊妹,下集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